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记者会 我介绍了两位在头上的医生 分别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医生 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医生 现在先请张竹军医生帮我们汇报一下本地个案的最新情况 今天我们有一宗的本地个案 就是确诊个案 就是第九十二宗 她是70岁的女士住在将军奥保营花园 她在2月13日开始有咳嗽和谈谈 看过医生 13日看过医生之后 23日觉得继续有咳嗽 都是不好再看 接着看到我们的新闻 关于北角福慧征舍的情况 所以她就打去我们的热线 她就送了去联合医院 今天就确诊的 她就是同家人住的 她就曾经在1月24、25和2月1至8号 都有去福慧佛社那里的 通常是朝早9点到12点 就是几个小时 其他时候也在家多 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呢 我們福慧佛社有熱線 已經聯絡到221人 曾經有20多位人士送過去醫院 有些都已經驗了陰性 有數位已經變成個案 其他有些化驗還在做 我們現在有35位曾經去過福慧佛堂的人士 正在接受檢疫 其他160位左右正在接受醫科監察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謝謝醫生 一請何醫生幫我們報告醫管局方面的申請 各位好 在過去24小時 醫管局一共情報了69宗遺疑個案 截至今日中午12時 我們有135位病人 仍然接受隔離治療 在91宗確診的個案裏 其中兩位不幸離世 有26位病人出院 他們分別是25號和48號病人 25號病人 其實在入院曾經有一度 含氧量降低 進入過我們深切治療部 是嚴重的情況 在我們醫護人員 悉心照顧下 在昨天出院 至於那63位仍然留院的病人 分別在我們10間公立醫院 就繼續就診 有一位病人其實是危桌 都是我們70號病人 即是一位老婆婆 暫時她都還在我們深切治療部 不需要插口 幫助她呼吸 她的情況都是危桌 另外四位病人嚴重 都是我們昨天公佈過那四位 分別是26號、45號、59號和72號病人 另外58人的情況是穩定的 我們截至今日中52點 我們負壓病床的數目是952張 至於負壓病房是490間 使用量是38%和57% 另外上個星期我們在門診 包括急症室和普通科門診 加強監測的計劃 裏面是為了18歲以上 有發燒和呼吸度感染 或者一些輕微肺炎個案的病人 我們會幫她推行檢測計劃 幫她驗一下一個胸後退役 看看那個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查 在過去那七天裏面 我們有2128個樣本檢查了 裏面有兩個樣本呈現陽性 我們都在想是否可以進一步 加強這個計劃 去涵蓋18歲以下 而她又有能力 可以交到胸後退役的樣本給我們 另外就是也都有一些病徵 我們看到做了一段時間 他們病徵相對是輕微的 可能只是有發燒 或者有些呼吸度感染的病徵 但是他們曾經有去過一些社區 有感染個案的地方 而臨床上面我們醫生都有一些懷疑 我們都在考慮可以幫他們做這個檢驗 我們現在其實都和一些專家 在這裡繼續談一些細節 希望都盡快可以落實這個檢測 盡快實施 我那個公佈就是去到這裡 現在是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用我的同事給你的麥克風發問 請你在發問前 介紹自己代表的傳媒機構 和每次進展最多發問三條 第一位就是 那邊後面最後的行為 你好TVB 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按照當局的分類 是不是已經受罰糖群組 找到那個病毒感染的源頭 到底是哪一位的患者 還有會不會有進一步的調查 就是她當初在哪一處 是不是感染到這個病毒 麻煩 我們還未確實找到一個源頭 只是找到一些早期發病的人 其實最早期都是2月8號發病 都不止一位 所以我們還未能確定那個源頭在哪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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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對 Clark 米 thirdly, there are reports suggesting tha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issued letters to those staff who didn't show up for work from earlier this month, and the letter said it will follow up on the matter. So is the authority going to take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those medical workers who took part in the strike? And aren't you worried that this would further affect the morale of your medical staff in times like this? Concerning the outbreak in the North Point Temple, we have not yet identified the exact source of infection, but we suspect it's transmitted through gathering and through person-to-person contact, through droplet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possibly. So we can only identify some patients with early onset, but the earliest is only 8th of February, so the investigation is still ongoing.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cases with unknown source in the community, so I cannot predict when the outbreak can be died out. But we are trying every effort to try to contain and delay the spread of infection in the community. So I understand this question was asked yesterday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I understand that our problem we can also do today,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from the outbrea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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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R regular policy 下一位 这边第三行 那个男士 你好 在苹果日报 想问回 都是医护罢工方面 昨天记者很多人问到 因为之前报道都说 特首办给中央的报告 就列明说 特区政府已经要求医管局 已经严肃处理 组织罢工的员工 就不可以容许 何明志玛留在医管局工作 想问是否医管局 其实收到特首办的指示 还有近期发电邮 参加罢工的员工 是否因为响应这个指示 作出这个动作 还有这样吹咎的话 其实有没有违反到 基本法保障市民罢工的权利 第二就是想问隔离刑那方面 这一派都有些报道就说 隔离刑有些接受隔离的人 就有罪到的情况 应该是不符合隔离的一个表现 想问其实首先就是 西贡卫康科学中心 为什么不是属于卫生署管轄呢 就是管理方面是怎样分工的呢 第二就是卫生署有没有和其他部门去检讨 看到现在的安排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 防止类似罪倒这些情况发生呢 第三就是今天新个案那方面 就是有提到说那个新确诊患者 都是去过看医生的 想问他看医生是去哪个诊所 是私家诊所 正公立医院呢 什么时候 有没有通知相关的诊所 需要再告诉当日有看医生的人 还有为什么看医生的时候 有什么原因所以未知道他要做测试 或者知道确不确诊 昨天都有记者朋友问过关于电邮的情况 我也了解过 其实医管局昨天是有个别发信或者发电邮 给一些同事他曾经在2月3号至7号期间缺勤的员工 那我们人力支联部就会之后 逐个同事跟他们了解 究竟他们缺勤的原因 然后之后就会再考虑下一步的跟进 我想你说那个隔离就可能是一些强制隔离的措施 这些就是LCSD管轄的 详细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 那个新的个案应该是92个案 他就应该在湘安澳的一个私人诊所看医生的 那我们跟那个诊所就联络中的 还有都要跟他核实到究竟是否真的看过他 他其他病人是哪些 那我们稍后就会公布那个地址 那我们跟他们拒绝起了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刚刚的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刚问到你刚说 你刚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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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想问一下 就这 efforts 要处理 准备划 那些措施 這裏之類似的最多的情況發生 我知道相關部門應該正在跟進 衛生署的隔離主要都是做緊密接觸者的隔離營 就是那些檢疫中心 因為那些是由我們幫忙看著的 我們都是說回人力資源部 首先要了解同事缺勤的原因 之後我們才會再考慮進一步跟進的行動 我暫時在這裏沒有其他補充 下一位 這邊第四行 再出這位 你好 是香港獨立媒體 想問回大香瑞士花園的那個案件 市主的老公和他的家庸是何時才找到的 還有為何會相隔兩天才會在昨晚送他們入檢疫中心 麻煩你 我們就好像一開始都找到他們 不過送去檢疫中心 可能中間要一些時間分排 下一位這邊 第二行 這位女士 你好明報的 想問回最近有內地病人出院之後 就驗了他對病毒有情陽性 我們香港第一個出院的病人 他已經出院了兩個星期 他何時覆診 還有他覆診結果是怎樣呢 病毒測試有沒有說情陰性還是陽性呢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一個Q問的 他也叫我們在這裏問 第二條問題呢 想問都是佛堂的調查情況 剛才張醫生說可能還未找到那個源頭 或者那個病人 就是源頭病人是誰 想問你們接下來 什麼時候會再檢驗多次 佛堂的環境樣本呢 那知不知 據你們暫時了解呢 其實所有去過這些佛堂的確診者 他們有沒有一些共通接觸過的設施 或者他們做過些什麼 他們有沒有去過 就是可能去過 你們驗到有病毒的參拜的位置呢 第三條問題呢 就想問回昨天你們公佈 有沒有兩子弟 蔡富鑽社公主號回來的兩子弟確診 我們都知道他們的父母 還有公公都在日本確診的 想問一下 之前其實有說過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是不可以坐包機回來的 但為何那兩子弟到最後又是坐包機回來的呢 現在知不知道他們在盡陽村旁邊的那個妹妹 有沒有病徵 還有之前有專家就估計說 他們兩子弟可能在船上出現了病徵 不一定說是感染了新型管理病毒的 那他們現在入院之後呢 有沒有病徵的呢 麻煩你 那個樣本我們大概由上次拿一個禮拜左右 可能會再回去再拿多次樣本看一看 那都是希望有些時間呢 就給上次那個樣本呢 看看它可不可以生長到 讓我們知道究竟那個樣本 就是上次的樣本是活了的 就是還是活的病毒 還是已經死了的病毒呢 那那個都需要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我們等知道了結果再去拿 那我們就會掌握多些資料 究竟我們在對著什麼病毒 就是究竟是生還是死 那那個位置呢 因為我們廁所 那個是廁所水龍頭 還有那個佛經 因為我們拿了一個板 就是拿了一個比較近的走廊位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回頭就問回每一個病人 就是究竟他當時是 就是可不可以記得到 就是跟我們講的那些地方的關係 或者有沒有用過廁所啊 就是那類的問題呢 我們要重新再問一次了 那現在就沒有問到的 那至於你說那個郵輪那裡 那兩子弟他的家人就是很早期 就是已經發病了 就是已經確診的 那所以他當他家人發病的時候 他兩個都已經寬開了 就是離開了那個地方 就跟他的三子弟一起住了去另一個房間 那5號已經開始住了 那所以去到19號已經是離開了那個時間的一個 就是十四天了 那所以他就不是一個 同住那種的緊密接觸社了 所以就當時就一起回來了香港 關於出院的病人 那就之前都有提過 就是出院病人呢 我們都有三個出院條件要符合的 一件事就是他在臨床上面 就是病症已經好了 另外就要有兩個樣本檢測 都是呈現陰性 而中間最少有24小時的雙隔 那還有我們都跟衛生署有個雙討在這裡 那他們都同意出院的 那我們出院大部分的病人呢 其實我們都有安排覆診的 那較早之前出院的病人呢 其實我們就見到他們暫時情況都穩定 那就沒有一個病人說有些其他不舒服啊 那這樣 那另外呢 出院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有叫他們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病原 所以呢 我們其實都是叫他們留在家裡休息 在家裡都要注意回衛生 那另外呢 那一出街去人多地方的時候呢 都是要戴上口罩 那這樣 那但是剛才一問 如果第一個出院的病 他有沒有再跟衛生病 他就覆診了 不過他就沒有什麼不舒服 那所以呢 我們都是跟回臨床的那個症狀 去看回他了 那這樣區一的好 那我們現在看回他就 就是那個臨床情況呢 其實都沒有病徵 那這樣 下一位 這邊第三方 中間有東西吃 好 暫時來說就沒有陰性 沒有陽性的樣本 不過我知道香港大學呢 都是重複在幫他們 會再拿些樣本的 那如果再有新的 我們就會通知大家 一邊這位 你好 有線電視 想問回醫管局 其實都說過很多次 有既定的程序去處理醫護罷工 那到底這個程序是怎樣呢 會不會扣價或者減薪 那樣可不可以說這件事 謝謝 我們現在暫時都是 人事部逐個逐個同事 這樣了解 究竟他們 就是個別的情況 那所以在這裡 其實我們都會 再進一步 怎樣做呢 其實都要等聯絡上的同事之後 我們才能處理得到 下一位 這邊後面 外套的藍色 是 雙台 想問一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 早前其實都有一些 職診患者 其實是經過糞便傳 有機會是經過這個糞便傳 想問就是 有沒有做一個統計 就是究竟過去 九十一宗的患者裏面 有多少是真的出現了 一些輻射的症狀 同時他們 有沒有去到 了解他們 住所或者處所 他們的排污 或者廁所設施 是否合乎標準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追問 剛才說的 要罷工的問題 因為一直都在說 其實他們的情況 就算是個別也好 他們的情況應該是一致的 他們都是因為罷工的原因 也是工會交了名單 其實若果是 只是針對於他們 因為參與罷工 他們最低限度 會有些甚麼的後果呢 就是針對這個情況 第三 第三就是問回 在鑽石公主號 郵輪回來的一些人 見到陸續都有一些 確診的情況 想問 處方會不會 跟他們再進行一次 病毒的檢驗呢 去確保他們安全 在當中 在隔離瓶裡面 又怎樣去到 令到他們不要交叉感染呢 輻射的數字 你有沒有 我手上沒有在 不過就是 知道個別有的 就是當他們發病的時間 但是就是 數字就不是多 但是譬如入院之後 究竟他們有沒有在 之後有輻射的情況 我自己就不清楚 可能這個就要再統計一下 才知道 我們其實就希望 所有香港人 就是無論家裡有沒有 或者是大廈有沒有 一些確診的個案 都希望將那個 腰形的聚水器 是注滿它 還有就是 蓋好那個馬桶 如果是要抽水的時候 因為就是不想說 等到有個案 然後才去看 或者有兩個個案 然後才去查 希望大家做好這個防疫的措施 因為都已經曾經試過 有一些類似的個案發生 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我先回答鑽石公主號 鑽石公主號那裡 就是在晉陽邨那些人士 因為都請了香港大學 他們就會再幫他們 就是不止做一次的檢驗 他們都會幫他們 就是再做一些檢驗 然後還要抽血 所以現在進一步的結果 就會告訴大家 那他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他通常拿了之後 因為他現在都未完結了 那14天 他好像中間會拿 然後又會再拿 那每一次拿完之後 可能隔幾天都會有報告 那如果有新的確診 他就會通 因為我們要送那些病人回醫院 那我們醫管局 都是一個有8萬人的機構 所以我們其實都有 我們既定的人事程序 那最主要的原則 都是公平公開 對每一個人都是一事同仁 這個就是我們的原則 那其他我就真的沒有補充 下一位 那邊Mai E的行為出院 你好 香港01 我想問一些確診者的問題 其實本港第一個確診的個案 想問他是不是昨天出院 因為其實他本身是來自武漢 不是香港本地居民 那當局是否將他送來了出境 還是怎樣處理 就是他之後會不會再回來香港覆診 還有他1月22日入院 其實都超過了一個月 而他也是39歲 相對年輕 其實局方方面是遇到什麼困難 令到他要留院那麼久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案子85那裡 就是昨天你們說 他是去過私人地方 出席婚宴 但是其實之後我們回歐 是去了晚豪酒店擺酒 為什麼會這樣用私人地方來交代 還有之後也說他去過 益利商業大廈這些位置 就是可否說回去過那個地點 是做過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跟我們說 其實當局公佈得這樣 那麼模糊 令到他們很擔心 還有也想問回那個試藥的計劃 因為有藥劑師跟我們透露 其實政府都已經簽了那個新藥 就是完成了初傷 就是接下來就會簽文件 就是可否透露多些那個計劃 就是現在的進度去到哪裡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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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經好一點 還有那個樣本檢查 是真的要呈陰性 要留兩次 中間相隔24小時 我們才放心給他出院 另外我們跟衛生署都有協調 至於你說出院那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轉介了他去Port Health 就是港口那個DH中港口 就是負責那個醫生那裡 就幫他安排下一步他怎樣離開那個 另外就是因為他其實那個臨床 decharge那時候都相對穩定 所以其實我們就沒有安排覆診給他的 那關於85號的個案 因為他的行程都比較多地方去了 還有有很多都是可能不是第一次記得那麼清楚 我們要翻問又翻問 有些地方都要跟那個主人家 再確實一下究竟那個地址 因為他記得那個地址 可能未必真的那個確切的地址 有時候只差一兩個字我們要再確認清楚 再確認清楚然後才可以放回上網 我說的婚禮就是因為他們是 早上一早就去了祝禮院那裡 就去女家那裡 不知道是女家還是男家 就是喝茶的就是針茶那些 然後跟著就去了柏惠山一座那裡 就是簽紙的 就是結婚形式就是私人的地方簽紙 之後他們就去了萬豪酒店那裡 就一個私人的房間裡面 就有兩位自己吃飯這樣 所以我覺得簽紙那個就是結婚的儀式 就是私人的地方這樣 那我們就沒有 就是都有說在萬豪酒店那裡 在人吃飯的 好 關於瑞德西偉 其實這就是一種新的藥 現在還是在研發的階段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註冊了這隻藥 對於其實在新型冠狀病毒的臨床效果 都是要有待證實 我們知道現在是在中國內地 就在做病人臨床測試 其實我們醫管局也都收到藥廠的通知 可以在本地展開那個臨床測試 但是我們現在就跟我們相關的專家 正在落實有關臨床測試的具體安排 包括裡面設定哪些是合適的病人 好 下一位 這邊 你好 港台 三條都是想問回HA的 首先第一 加強檢測方面 其實這個禮拜都有問過 是會不會考慮在私家診所做 因為本身說一個禮拜去等檢討 或者其實會不會在一些個案子比較多 例如北角那些 因為很多都是先看私家醫生 會不會在私家診所做加強檢測 胸後退學液的樣本 第二 就是想問番法的問題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在覆診的時候 再做檢測呢 就是為什麼不可以好像出院的時候 又做測試 又在臨床的情況 究竟不可以做多步 是有什麼技術困難是做不到 第三 就是想問罷工 其實剛才也有行家想說 澄清的選項 是否包括扣薪金 還有其實是否真的有要求一些部門 交一些罷工名單呢 管理層其實這樣做的時候 是否帶頭打擊一班 在隔離病房做事的醫護的士氣呢 謝謝 關於那個 我先回答第一題 關於那個化驗 即加強化驗那裡 我們現在都在想 跟我們定點的私家醫生診所 做了這個胸後退役的化驗 現在就在籌備中 可能會聯絡我們定點監測的私家醫生 即大概有五十個全港 就會給他們一些瓶 邀請病人 如果有些合適的症狀的 就送回來 我們都會去我們衛生署的化驗 做化驗 即是被人交給醫生診 然後再交去衛生署 是的 我們首先做了定點監測那些醫生 關於複診的病人 其實我們複診的時候 其實醫生是一個臨床斷症 首先就看看他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 正如之前有行家 你們都問過檢查那裡 其實都要看看他本身有沒有病徵 檢查那個樣本的條件 所以其實我們檢不檢驗做哪些檢查 其實都是一個臨床的決定 另外就是關於 都是講回我們罷工那裡 其實我們都想講回 其實醫管局是一個提供24小時 公營服務的公營機構 所以我們其實都會就住臨床上面 運作都要知道員工接近的情況 所以確保我們病人在運作上面 都不受影響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都要作出緊急的人手調配 所以我們是要維持到我們對病人的服務 所以就沒有了 各位 剛才問到為什麼不可以每一個復診的病 都做原診 求安心 和確認一次都好 因為病死球時可能三合都未明明 我想其實我們都交給我們醫生去幫我們的病人看 第一件事其實他們出院的時候 其實是符合了我們出院的條件 另外就是他覆診的時候 其實他如果臨床上沒有那個懷疑 或者他沒有那個病徵 其實我們真的會整體整個配套來看 就不會只是單看一個報告 下一位那邊第四行 黑色外套 你好 順報 三條問題 首先問回關於罷工那裡 剛才你都一直強調他們是一些缺勤的員工 但是其實一開始HA其實都已經知道 他們一班員工其實是罷工 其實HA是否不接受他們是罷工 堅持他們只是缺勤 這個是第一條問題 另外就是關於北角那方面 因為其實現在北角 其實都見到法堂那方面有很多一些個案 其實北角的居民 雖然張醫生你都說過 不會有特別界定一個地區特別危險 但其實很多北角居民可能都很擔心 現在的情況 會不會跟他們解釋一下 現在北角區的風險是怎樣 還有需不需要特別 除了戴口罩之外 有沒有特別的提醒給他們 另外也是想問回 剛才韓家說到出院後覆診那件事 因為其實內地都有一些個案 是看得出覆診覆檢的時候 發現都是陽性 而且這個病毒也是一個新病毒 大家都可能對它不了解 病症可能很輕微 那為什麼HAA出院後覆診檢的時候 不能多做一部覆診檢呢 就是有什麼考慮呢 雖然我們都很尊重醫生的臨床判斷 但是都很想知道為什麼 有什麼原因令到不可以多做一次檢查 那個原因是將來會不會考慮 讓出陽院覆診檢的病人做一次檢查 謝謝 好 說回缺勤那裏 其實在我們那裏缺勤等於沒有上班 之前都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人事部現在都在跟進 所以我就沒有再其他補充了 另外就是關於臨床上 其實我可能大家同事 同家以為沒有不給同事檢查 其實就不是 我們其實是交個主權給醫生 如果真的 譬如醫生在臨床上覺得他有需要 正如等於現在的心頭退役 其實我們再擴闊一步就是 如果醫生在臨床上有懷疑 其實我們都會安排 所以其實我們是將那個 醫生整個就是看他人 看他的病歷 看他有沒有病徵 整體來看 就不是說一定不厭 所以這個都是臨床上的決定 我也知道 不過那些市民可能都會比較擔心 所以昨天我們也有衛生署的同事 就下去北國那裡 就是做了一個健康講座 就跟地區的人士解釋一下情況 那都是呼籲其實 就是北國市民 或者是其實全港的市民 那如果特別北國特別緊張那些 那可能他特別要注重 就是其實我現在在街上都看到很多人 都是很多人在街上 就是很多食肆那些都是很多人吃飯的 可能大家都會可能以為戴了口罩就好像很安全 那其實都是要少聚集的 就是少點吃飯可以避免就 因為現在都是一個比較緊張的時期 大家很多地方 外地有些地方傳播得很厲害 中國內地反而它的疫情好像向下降 因為他們做得那個社交距離那樣東西做得很足 那我們香港我就看起來就好像不是說 就是大家雖然都很擔心 但是好像就覺得戴了口罩就已經好像很安全 那其實戴口罩只是可以防止一些飛沫的傳染 就是可能有人有病或者沒有病 在你面前噴 那你可能就會說可能防止到 或者自己有病的話 那可能防止你傳染別人 那但是你去街上 很多時候你都會摸了很多公共設施 那公共設施你又未必立刻可以洗手 或者就是這件事很重要 那少聚集 還有就是洗手 那如果可以避免去一些場合就盡量避免 那還有都是要早點提醫生 就是如果有一點不舒服 那現在的情況都是要早點提醫生 下一位 這邊後面那位藍先生 你好 我是經濟部 想問回其實有廣大專家都說 現在患者體內的病毒量 在14天之後都不會降低 那我想問那隻西藥瑞德西偉 會不會在這幾間本地的公立醫院 先試行呢 如果未有這個新藥的話 現在入院的患者是用了什麼藥物 去減低患者身體的病毒量呢 第二條問題是問回缺勤的方面 就說如果醫管局不同的聯網 處理這個員工值勤手法不一致的話 其實管理層有沒有責任去了解 他們不同聯網的做法呢 還有管理層有沒有需要去檢視個別聯網 處理前線醫務的手法 當中有沒有不當的情況呢 另外最後想問回 有報導就說 一些接受家居檢疫的人士 曾經是多次擅自離開了他們的居所 但是衛生署那邊接報之後就沒有處理到 想問當中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還有會不會接受一些人手不足的問題呢 謝謝 關於我們現在醫院管理局 就著抗病毒的藥物 我們有用著干擾素 蛋白抹抑制劑和尼巴韋臨 當中其實如果你再看回我們的個案 其實我們已經有二十多位病人 其實是出院的 所以在我們的經驗 這幾種藥其實都是有效的 至於瑞德西偉 其實之前都有跟大家討論過 因為我們都是剛剛收到那個藥廠的通知 今天 另外就是 其實我們都專家都要聚在一起 就著那個藥物怎麼用 減算什麼適合的病人 那裡都要商討去落實下一個程序 至於你說我們那個人事的程序 其實我們都是有自己的機制 那個都是中央會看著的 我想你說的是強制檢疫方面的 那些問題就相關的同事應該會跟進的 下一位 這邊第三位 黑色三位 Hi,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 have three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latest confirmed case So, when was the patient admitted to hospital?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North Point and as Dr. Tru described mouth the first patient had the pattern talked to the coronavirus at the temple is not clear. And there were at least 20 patients who have visited North Point. So were you like looking to the more cases to see if at the North Point to see if they are interrelated, not just the temple? And the third one is about the experimental antiviral drug. So do you have a rough timeline? Like how many people do you expect will be tested like for the clinical test and when it will start? Thank you. Concerning the latest case, case number 92, she was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on 26th of February. So concerning the North Point temple, we have now nine cases who have visited the temple and got infected. And four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close contacts who got infected. And the other North Point cases are related to hot pot meal earlier this month. So all the cases at present related to North Point are more or less related to either the temple cluster or the hot pot cluster. But what I'm saying is that I do not know who is the first case of the temple cluster and the excess source for he or her who got the infection at the present moment. But the cases detected are all related to the temple at present. Concerning the Vandesaphir, and we just received the pharmacy company that HA and Hong Kong can implement this research. And then we are still discussing with our experts concern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patient's criteria and also the details. 你好,立場新聞記者 剛剛有記者問到的,不過何醫生沒有回答 想問一下關於缺勤的方面 其實為什麼人事部在抗疫期間要做這件事 其實是否在打擊醫護人員的士氣 會不會考慮在完整個疫情之後 再去了解這些罷工或者缺勤的情況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福檢 想問一些數字 有二十多名出院的人之中 其實有多少位是要福檢 有多少位是不用福檢 還有有沒有人是要福檢 但是他缺席了福檢 第三個問題就是 其實除了韓國之後 其他國家也看到有些爆發跡象 可能是伊朗或者意大利等等 其實會不會是未來會預計 有更多的入境限制去限制這些人 或者有些檢疫措施 針對著一些訪港的旅客或者市民 謝謝 關於出信那裡 其實我們都是跟回人事部的人事情序 我真的沒有其他補充 另外就是覆診 我們現在有二十多個病人出院 有部分都覆了診 有些因為其實都是剛剛這陣子 比較多病人出院 我現在手頭上就沒有那個數據 所以暫時就 不過據我自己記得 其實真的有覆診了的數量 其實真的不多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隔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去覆診 也都覆診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些都是有炎血 照X光 真的會幾樣數據再加加起來 看整個人 其實醫生都是有個臨床的決定 這樣去做 我們都留意到意大利或者伊朗的情況 現在政府的高層應該是正在開會 就會看看如果有什麼新的措施 應該會盡快公佈 我們回答最後一條問題 各位 《瘋狗日報》 都想再追問一些行家問過 但你們未有正面回答到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出院了的病人 其實再檢驗一次 檢疫一次的病毒 是否真的很困難 是真的做不到呢 為何不統一那個做法 讓醫生一起去檢驗一次呢 特別是有一些病人 其實確診了它 根本就沒有病徵 那是否只是靠臨床的病徵 就可以斷定到它 看來一定不會再有那種病毒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關於醫管务的方面 那個缺勤那樣東西 其實剛剛都有行家問到 會不會有扣價、扣人工 這些後果 那你又一直都不講 講那個具體那個做法 究竟為怎樣 只會答一個人事的機制程序 那如果你現在真的 沒有再任何補充的話 可不可以告訴市民 究竟何時你可以 給多一個具體 和正式的回覆我們呢 可不可以不要再帶記者 和市民又回軟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家居隔離那方面 剛剛都有韓國問到 有些人就擅自離開 亦都有市民陸續 都知道了 其實會有人 是給一些假的電話 假的個人資料出來 那其實可不覺得 這是一個漏洞 令到更加多的 播毒的情況會出現呢 謝謝 謝謝 不如我幫忙答一答 那個出現病人那件事 因為我們明天都約了開 新化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 還有這個 就是一個同一時間都會開買 感染控制科學委員會 那這件事呢 都會在那個委員會裡 就會談一談 究竟出現病人的做法 希望那裡會有個答案 強制檢疫那方面 我就不太清楚 那我就沒有東西可以補充 好 如果還有其他 還沒回答到的問題 都歡迎你們寫信 過來我們全信部那裡 讓他們再補充一些資料 好 今天的記者會到此完結 多謝大家